西边 Lets go 东北妈妈西边妈妈妈 听你警察长长 东北妈妈西边妈妈 掐手边长装装 东北妈妈西边妈妈 我们一起当当小 东北妈妈西边妈妈 人被妈妈来哟 哦 密度佛 大家好 我是唐三丈 我现在正要前往西方取经的路上 在这一路上 我好辛苦啊 而且沿途有好多的妖魔鬼怪 哦 没错 这里 好热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没错 这边呢 就是传说中的火焰山 我的地盘 火焰山 那请问你是哪位啊 什么 我 他都不知道 看我的法宝 嘿 知道我是谁了吧 哦 还是不是知道 知道 怎么这样子还不知道啊 我啊 我啊 就是大名鼎鼎的 牛魔王的老婆 红孩儿的妈咪 别善风主 而且啊 只要你经过这个火焰山 就要跟我借这把 芭蕉扇 因为只要我这把芭蕉扇呢 才可以把火焰给摔洗 哦 哎 哎那你方不方便把那把扇子 借我一下 要借你啊 嗯 可以 不过呢 你要让我吃一口唐三蛋的肉 因为呢 平时吃了他的肉之后 就可以永保青春长生不老哦 看我的厉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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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筋骨棒快速旋轉 什麼意思 快速旋轉筋骨棒 我要給誰走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師父 我來保護你了 果然是師父的好徒兒 我就知道 當師父有難的時候 你們兩位好徒弟 就會出來營救師父 歐彌陀佛 在師父往這個 西方曲晶的路上 有你們兩位好徒兒 我真的是太感動了 歐彌陀佛 徒兒 我們走吧 Yes Lover Line Yeah 今天我們要教小朋友做的是 晴天大聖西遊記 要怎麼做呢 今天蘋果姐姐要教小朋友做的 就是晴天大聖孫悟空 首先我們準備一顆 大顆的保麗龍球 像這樣子 然後在它的正面呢 畫出猴子臉的形狀喔 都畫好了之後呢 我們要在這個大顆的 保麗龍球的底部 像這樣子畫一個洞 好 這邊有一個洞對不對 好 那這個洞的大小呢 就是剛好呢 我們準備好的紙捲的大小喔 我準備了一個紙捲 你看 像它中間是空的 然後外面是這樣子的一個圓柱形 洗好任容膠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紙捲呢 就塞在這個剛剛挖好的洞裡面 然後像這樣子把它黏好 那現在頭做好了 脖子也做好了 小朋友呢 就可以用這個壓克力原料呢 幫這個小猴子的頭 還有眼睛紙 幫它上好顏色喔 耶 上完顏色之後就變成這樣子了 你看 好可愛對不對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要幫它裝上耳朵 讓它更可愛 所以我們用這個肉色的布織布呢 我們剪出上兩個半年型的耳朵 然後用黑色幾幾在這裡 畫出內耳 好 那現在我們就用任容膠 把它黏上去囉 哇 你看兩個耳朵都黏好了 這邊好可愛有沒有 好 當黏好之後呢 欸 孫悟空最有名的 就是它有一個什麼圈 金箍圈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黃色的毛根呢 來做它的金箍圈喔 來 毛根在這邊 金箍圈要怎麼做呢 我們把其中一邊呢 我們捲成像小蝸牛殼的形狀 往內捲 好 捲好之後呢 我們要把它固定在頭上 那我們固定的時候呢 我們先把頭頭轉到後面 後面朝前 然後呢 我們要在這邊先刺上 刺進去 先把毛根刺到保育龍頭裡面喔 然後呢 我們把它繞到前面的地方 好 然後呢 另外呢 其他的毛根我們就用任容膠來做固定 好 那另外一邊的金箍圈 我們也是一樣喔 耶 小猴子的臉做好之後呢 現在我們要做這個小猴子的身體囉 現在我準備了一片很大片的紅色布置布 把它對折之後呢 把它剪成像這樣子的樣子 你們看 有兩個大大的袖子 還有一個身體 好 剪好之後呢 我還要在旁邊喔 裝飾上它的袈裟 小妹有沒有看過一些出家人啊 他都會穿一些袈裟 會圍在旁邊 黃黃的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準備了黃色的布置布 像這樣子 像一個大咕咕咕的形狀 其實呢 它的長度呢 這兩邊的衣服是一樣長的喔 然後我們用熱熔膠 把它黏在其中一寸 黏好之後呢 就會像這個樣子了 你看 這個是兩邊都已經黏好的 把它固定在兩邊 那我們把它展開之後呢 在這個上圓的地方呢 我們要剪下一個小開口喔 這個開口的寬度呢 其實剛剛好可以塞得下 剛剛我們做好的這個紙管就可以囉 好 那我們現在剪好了這個洞之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頭 穿進它的衣服裡面囉 穿上去之後呢 我們要把衣服固定在脖子上面囉 要怎麼固定呢 首先我們在脖子的下緣呢 在這個地方 直捲的地方呢 我們擠上一些熱熔膠 好 那這個呢 衣服已經黏在脖子上面了 可是在連接的地方看起來不太好看對不對 沒關係 首先我們準備了一根毛根線 小小子 在它正中間的地方呢 我們串上了一顆鈴鐺 要放在正中央喔 好 那現在我們把這個毛根線呢 圍繞在剛剛脖子和衣服的連接線當中 好 那你看生物空 它的身體差不多做好之後呢 我們呢 現在要來做它的一些機關囉 好 手縮的機關要怎麼做呢 要先準備一些材料 首先要準備兩個保麗龍球 還有呢 一根竹塊 再來呢 我們要準備吸管 這個吸管仔細看好喔 它的長度要2公分 3公分跟4公分 最後它一整支的吸管喔 還有呢 我們現在用好之後 我們就要先把保麗龍球拿出來 所以其中一顆保麗龍球上面 我們要用這個螺絲起子 把它這樣子穿一個洞 耶 整好之後呢 我們就要拿出4公分的這個吸管 然後把它這樣子 放到我們洞洞裡面去喔 接下來呢 我們再拿出第二顆保麗龍球 這顆保麗龍球呢 我們要在下面這邊 就是鑽了一個洞 好 整好洞之後呢 這個地方啊 我們要等一下要來插十塊的 那上面呢 我們要再像這樣子穿兩個洞 從這邊穿過去喔 像這樣子 那記得下面剛剛我們穿的這個洞呢 只要看到一半就可以了 不要穿超過保麗龍球 所以這顆保麗龍球總共有3個洞洞 好 那我們用好之後 先把吸管拿出來 從上面剛剛穿過這個洞的 穿過去的這個洞 我們把這個吸管像這樣子 穿過來 穿過來之後呢 下面這個洞洞呢 我們就要來穿進足塊 這樣子做固定 這樣等一下呢 我們這個手盒就可以這樣轉轉轉囉 可是要轉轉轉之前呢 還要做一個小機關 這個小機關呢 就是剛剛我們剩下兩段的吸管有沒有 像這樣子 2公分跟3公分的 我們先把這個綠色3公分的吸管呢 把它套在我們足塊上面 好 套好之後呢 接下來2公分的這個吸管 我們也要套到足塊上面 好 套上來之前呢 我們要往上推之前 我們要先擠一點熱熔膠 因為呢 這一段藍色的吸管 我們要把它固定起來 讓它不要移動 好 現在就把它推上去 這個綠色吸管呢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轉 它都沒有關係 然後呢 藍色吸管就可以當它的卡繩 讓它不會掉下來了 那現在都弄好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固定在 我們猴子的身體上面囉 比較旁的這隻手呢 我們將固定在 右邊 那我們現在就任用 這樣把它黏起來吧 黏好之後呢 上面的地方呢 等一下要蓋蓋下來 你看 我小猴子黏好了耶 上面的地方 有記得留下開口哦 好了 那都黏好之後 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幫松公做它的下半身囉 首先我們準備了 像這樣子 半口圓形的形狀 這邊圓圓的 然後這邊切一半 像這樣子的口圓形呢 我們一共要準備六片哦 你看我在上面呢 襯上了深咖啡色的這個圓點點 它看起來就更有層次感了 而且我們下面呢 可以襯一片大一點的紫色的 一樣形狀的這個布製布哦 那待會呢 我們要把這個布製布呢 一共做六片一樣的形狀 然後像這樣子把它黏在一起 中間的這一片呢 要黏在上面 當另外兩片一樣形狀的呢 我們要黏在下面 像這樣子在它的後面 把它黏起來 這樣子三片黏好之後呢 我們一共要黏兩片一樣寬度 好 一共兩片哦 你看 黏好之後就變這個樣子了 正面 背面都已經黏好了 嘿 可是在它接縫的地方 這樣子看起來不太漂亮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準備一條 黑色條條形的布製布 然後我們就可以圍繞在它的腰肌哦 像這樣子 這個腰肌已經用熱熔膠固定好了 耳朵魚的線把它打一個結之後 就變這樣子活動的樣子 所以呢 哇 你們看 登登登登 這個呢就是 是法力無邊的生物空 而且我還可以轉我的 金箍夢珠 好酷哦 好酷哦 還有大師匠 二師匠 當然也要來囉 YA 二師匠 豬八戒來耶 好酷哦 那所有的吸管呢 它的這個吸管 它就可以轉了耶 沒錯 太酷了 小朋友一定要做做菜呢 那等一下就到我們的點心時間 好 那我們到我們生物空 快點吃包進去做點心吧 YA Let's go 歡迎光臨 東摩摩 西摩摩開庭 來 趕快來歡迎我們今天 三位可愛的小客人 第一位是子余妹妹 哈囉 哈囉 子余妳好 跟大家介紹大手 好 那歡迎第一位小朋友 嘉芊 嗨 哇 嘉芊很有精神 第三位很可愛的小帥哥 是秉琦 歡迎秉琦 哈囉 哇 秉琦好棒哦 好帥哦 那今天我們要做什麼呢 蘋果姐姐 好 今天蘋果姐姐要做的叫做 天蝦炸吐司 小朋友喜不喜歡吃蝦仁呢 喜歡 太好了 太好了 那今天呢 我的主角就是蝦仁哦 我準備了50克新鮮的蝦仁 把它做得碎碎的 像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它加進這個攪拌盆裡面 接著呢 我準備了一顆蛋 然後把它的蛋白呢 拿出來 我今天只加了一顆的蛋白哦 接著這裡面呢 我們再加上50克的玉米粉 這提供有50克 我們把它加進裡頭 那當然呢 這個新鮮炸吐司 我希望它吃起來 有一點點鹹鹹的口感 所以呢 我們可以加 四分之一小時的鹽巴在裡頭 最後呢 我要加入一個秘密武器哦 就是這個 真的 青蔥 聽說青蔥啊 有很多值得推薦的地方哦 我們一起去聽聽看 來達人怎麼說 哎呦在拍我是吧 哎我是蘋果媽媽 哎說到我們家庭主婦啊 什麼東西都要省了 到那個菜市場的時候 一定要跟老闆 殺價殺價殺價 收到最底價 還有啊買菜的時候一定要說 哎老闆啊 不提升青蔥嘛 像這個青蔥啊 是一定要帶回家的 啊什麼 你說這個青蔥可有可無 哎 別這麼說它 這個青蔥啊 可是煮菜的時候最加難配角哦 少了它 很多菜吃就變得不一樣了 像這個青蔥葉裡面呢 就含有非常蜂蜂的維生物C 維生物C 還有幹 還有胡蘿蔔素哦 而且呢 吃進我們的體內啊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身體排出那個 致癌的物質 所以呢 它有預防癌症發生的好處哦 所以啊 很多菜呢 少了這個青蔥啊 起鍋的時候 哎呀 就少了顏色 也少了那個 非常香的味道啊 哎呀好了好了 不再跟你們聊了 哎呦 時間不早了 我老公要回來啦 啊 說到啊 這個好媽媽啊 就是要為我們小孩啊 老公的身體著想啦 所以只要他們弟弟剛剛的 哎呀 這是我家庭主婦最大的期望了 啊好了好了 我要去煮菜了啊 原來青蔥 有這麼神奇啊 好 那我現在要把這個20克的青蔥 都弄都加進去哦 接著我們要開始攪拌囉 這個需要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看看 萌萌姐姐今天要做些什麼 耶 那我要做的是 鯛魚大吐司 所以呢 今天我的主要就是鯛魚哦 那我這個青蔥的做法 跟蘋果姐姐一模一樣 一樣是加了蛋白一顆 胡椒跟鹽四分之一匙 還有玉米粉五十克 當然我還有菠菜二十克 把它均勻地攪拌在一起 那當然 蘋果姐姐是嚇人 我的就是 鯛魚女 大家好 這邊都是我的魚池哦 我可是很優心地在經營它們耶 蛤 什麼 你又我養的是什麼魚是不是 好啦 告訴你 我養的就是這個 吳郭魚啦 你們不要看不起這個吳郭魚 它跟以前已經不一樣了耶 我知道 以前大家對吳郭魚的印象都一直很湖面 覺得它是求人家的魚 黑魚的魚 它的價格也比鮭魚和鮮魚還要低 但是經過多年的炸椒環食 五郭魚已經不是以前的五郭魚了 是現在台灣獨特的品種 而且還把它重新命名為 鮮鮮鮮魚啦 不管是它的肉質甜美度 還有它的營養度 都是更上一層樓動好 讚啦 所以大家不妨試試看 選這個吳 鮮魚 就對了啦 也算是給我們台灣的漁民 一點點鼓勵好不好啊 所以試試看 你就知道 你會愛一下它的唷 那今天用的是炸吐司 那我的鮮魚炸吐司 當然是要有我的主角 就是吐司麵包 那我們把它切成像這個樣子 噔噔噔噔 切成像這樣的方塊之後呢 我們再用刀子把它切成四分之一塊 所以現在呢像猛猛姐姐這樣子喔 拿一個吐司 然後呢抓一些這個鮮魚的餡料 放在上面 像這樣子 兩邊都有我們的鮮魚的餡料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到油鍋裡面去炸囉 好那現在油火已經預熱好了 我們就丟進去看看吧 哇 像這樣子就可以了耶 那我們就像這樣多做幾個吧 好 剛剛蘋果姐姐呢 把青蝦泥已經攪拌均勻了 攪拌均勻就會像這樣子喔 裡面有蝦仁 而且還可以看得到青蔥的顏色喔 我們把這個青蝦泥呢 放在這個吐司上面像這樣子 而且剛剛小朋友說他最喜歡吃蝦仁了 所以呢 我們兩面都要裹上這個蝦仁泥喔 攪好之後呢 我們剛剛的油鍋已經預熱了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蝦仁吐司 放進去炸一下了 哇 好棒喔 耶 我的豆豆好了 你看 醬醬醬醬 看起來好不好吃啊 好吃 好耶 那蘋果姐姐吃好了沒呢 哇 已經吃好了 嗯 而且把它擺得很漂亮喔 看起來就很想吃耶 那就趕快進行我們的 吃吃時間 太棒了 啊 好棒喔 那今天先來吃吃看蘋果姐姐做的這個 鮮蝦炸吐司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先來吃這個 比較小口的 什麼 怎麼會 不好吃的感覺 沒有 剛剛好熟 好好吃喔 我來問問看蘋果 蘋果姐妳有沒有吃 有 妳覺得好不好吃 好吃 有沒有吃到妳最喜歡吃的蝦仁有沒有 有 哇好棒喔 真的原來不是不熟啦蘋果姐 是因為我找到蝦仁的 所以軟軟的 嗯 那佳天呢 佳天妳有沒有吃 有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喔 那子昀妳覺得好不好吃 好吃 那現在我們就來吃看 蘋果姐姐的 鮮魚炸吐司好不好 好 好來吃這個魚的喔 哇你看我真的是料多指教 要這麼厚一層有沒有沒有 好那我們要開始吃囉 一二三 好好吃喔 怎麼會這麼好吃 好感人喔 小朋友 養主都已經吃過了 就到了我們的投票時間囉 好 那我們把牌牌拿好喔 好 先拿著 倒數5秒就要舉牌囉 好 一起來倒數 5 5 4 3 2 1 請舉牌 妳覺得誰的好吃 好 那莫莫姐姐要展這一面啦 嗨 莫莫姐姐 今天要展示範圍 我玩錢 那可是妳是否給我的 所以我還是有一些 小小的進食者 真的 哇 其實今天這養主堂很好吃 小朋友家都可以吃做看對不對 沒錯 那接下來我們要一起去動動腦囉 趕快進行我們的想像力發囉 好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主菜用的拉碗 OK 那現在我們來猜拳 好 姐姐叫石頭布 好 好驚訝 好驚訝 OK 那現在小看見幫工倒數60秒 開始 這個可以當作那個有沒有 創意的眼睛兩個見我 創意的眼睛 還有這個可以當作那個有沒有推套套的 兩個都可以當作風向儀 有時候風機下面那個風向儀 還有這個 這樣只是很公平放手嗎 蹲下來當那個 放手手用自己的那個面具 然後可以當作包包頭 有沒有像包包頭 還可以當作那個有沒有 劍文胎 然後這個可以當麥克風 好啊 摸摸摸摸摸摸 打烏雞肥腸 這個有沒有像湯匙 湯匙會漏光耶 這個還可以當撈魚的那種 撈魚碗有沒有 而且還可以當作那個那個 有沒有有些人受傷 頭上會在油油油油 會往上的有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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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可以當作那個 炒肉醬 炒肉醬 沒有 不算了 炒肉醬 炒肉醬 炒肉醬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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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炒肉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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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肉醬